今天是好物的推薦 我近期拜了什麼東西 我覺得還不錯的東西 就一一推薦給你囉 嗨嗨我是羽衣之兔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來 今天要來做什麼呢 今天要來做好物的推薦 我近期買了這些東西 我覺得非常好用 今天所有的商品的資訊 如果有連結的話 我會放在更多資訊 或留言處 你可以去參考參考 那喜歡這樣子的影片 也不要忘了給我訂閱按讚 留言分享喔 那就來去看看有哪些好物囉 那先從比較害羞的開始 這是我在淘寶開箱的時候 有開箱過的這個內衣 那這個內衣的話 我覺得非常貼胸型 然後也會讓你脫高級重 很舒服很貼近你的皮膚 你穿著好像就沒有什麼感覺 不會說像鋼圈一樣 會有淚淚的那種感覺 或者是穿的有點不好的話 他會跑上去 但是他都沒有位移的問題 就是他的那個裡面的那個墊 不會位移 或者是說我這樣子 然後他就跑上來 沒有這個問題 所以這一件我還蠻推的 而且很輕膚 我覺得很好穿 這是雙十一的時候 我後來還有在買東西 那就是這一個很可愛的內褲 這個是四角褲 這樣的一個四角褲 然後搭配這個可愛的logo 這個我也有穿了一件 我覺得非常的好穿 他非常的輕膚 有時候你內褲啊 穿到不好的內褲 你女生在那邊就會癢 但是這個完全沒有這個問題 而且非常的舒服很輕膚 所以這個我也推薦 這個很好穿 買的是五件組的 然後也是很便宜 再來是我在線動的時候有發過 然後我是覺得非常好用的這個 綠茶的 他是可以跨在 你的任何一個杯子都可以跨 不管是冰霸杯 或者是飲料杯 就是那種700cc的外面 那種手搖杯的杯子 都可以 或者是馬克杯 馬克杯 你是要方的圓的寬的都可以用 然後只要跨在那邊 你就不用怕說 他鬆脫掉了 然後你就要一直拿著他 然後這樣子濾上去 不用你就可以在那邊 然後你就直接可以倒下去 我覺得很方便 這是我盡情買了 我覺得非常好用 然後也是在菜市場掏到的 那也很便宜的價錢掏到的一個 我覺得這個是我非常喜歡的 這是我在之前有介紹過的 默默買的這種 有勾勾的這種 非常好用 來實際測試看看 完全不會脫落 像是這樣子的 或者是像這樣子的小可愛 無鏽的 有鏽的 或者是冒梯 都可以 不會掉 尤其是冒梯 如果你用那種沒有勾的的話 他很容易就滑掉了 動無鏽的你也是 如果沒有掛的話 也是很容易脫落的 小可愛也是 那這種都很 啊 看我咬那麼多隻 他才脫落 但是 一般也不會像我這樣子 在那邊咬啦 晃啦 只是放在衣� 除不動他的話 都不會掉 非常的好用 而且非常的節省空間 如果你沒有用帽梯的話 因為帽梯這邊 他其實還是有點那個帽子 所以如果你是這樣放的話 他非常的貼 就很省一處的空間 因為他可以很貼 整個很貼近衣服 當然如果你是用 有帽子這邊的話 空間就會比較讚 他就是有一種帽子的 他就會有一個帽子的 一個空氣在 但是如果你不用帽子這邊的話 這樣整個貼的話 我覺得很省一處 他的空間 而且非常的好用 這個衣架 超推超推的 而且小可愛也很好用 登登 超讚的 還不趕快去 團購 一波 還有啊 近期好物推薦 還有 我還蠻喜歡 最近 我超喜歡這樣子的 格子的衣服 不管長袖短袖 我都超喜歡這樣子格子的衣服 為什麼呢 然後 另一個角度來看 側面來看 格子的話 可以讓你更顯胸 讓你會覺得 視覺上面會覺得你的胸部 變得比較大 然後修飾你身材的效果 所以我最近啊 都超喜歡這樣子的格紋的衣服 不管是長袖或者是短袖 我超喜歡 而且他又非常的素 你還搭配一個呃 項鍊啊 或者是搭配了一個西裝外套 都非常的好看 而且這種格子的啊 衣服啊 他比較不容易去退流行 不管是哪個 呃 一年四季 都可以去穿 非常的 我覺得這一個是我買的 呃 我 這一件我買了很久 至少四五年了 應該有 然後都還在穿 而且質感質料都還不錯 那我也近期也買了很多 像是這樣子格紋的單品 我覺得 呃格紋那樣 很非常的修飾我的胸型 跟我的身材 所以我非常的喜歡 格紋的這樣子的衣服 不知道你有沒有覺得 哪一種的衣服啦 類型啊 是很適合你很修飾身材的 也可以在下方推薦給我 搞不好我可以去找找看 來實際的穿穿看 看是不是 適合我囉 這個也是開箱過的這個蝴蝶姐 我覺得非常的上進 因為它大 然後如果在拍攝影片啊 或者是照片的時候 會讓你整個非常有質感非常好 也是我近期非常喜歡的 一個 呃 推薦的小物 再來是這一個 實體極控 噔噔噔 這個是一個購物袋 然後我在近期內也非常用 用它的那個次數非常的高 只要有出去買東西都會用它 你不要看它一個小小的 然後覺得啊 沒有什麼用 但是實際上它是 非常的大 把它打開來 它就是只有在開的時候 是比較不好開的 然後你要注意摺的時候 不好摺這樣子 你看它是這麼大咖的一個 購物袋 這麼大咖 那橫的會不會比較 橫的也是這麼大 整個佔了我的 鏡頭的 對 這樣子 這麼大咖 這一個購物袋非常好用 非常好裝 它這個有分大小 那我買的時候是70塊 然後我好像有看到更便宜的 但是我忘記價錢是多少 然後如果你把它摺回去的話 就是這樣 摺回去 摺回去也是很方便 就這樣把它摺回去 按照它的那個線 把它摺回去 然後你這個小小的 然後你就可以放在包包裡面 然後如果要買東西的話 馬上就可以用到 超級方便的 接下來這樣 也是我近期覺得非常好用 我都會帶在包包裡面的東西 那也是10滴期 將將 可愛的獅子 哇 那樣子 然後這個是冰霸杯的套子 那我都會帶的原因是 因為有時候齁 你非常想要喝手搖杯 但是啊 現在都不提供袋子 那你就可以這樣子手搖杯放進去 然後就提著走 非常的方便 那我也有買過這樣子 沒有底的 可是沒有底 我就會覺得 我怕它弄不好 然後整個就掉下去 因為畢竟這個是鬆緊的 如果萬一它的鬆緊脫落了 那我就會擔心 它是不是會掉下去 我就改買了這種 是有底的 這樣有底的 所以你就不用怕說 這個鬆緊 如果鬆脫了 它會直接掉下去 不會因為它有底 再怎樣 都是在這個裡面 所以這個也是我近期 用了很多次的 每次如果要買手搖杯 一定會用它的 那那個寶特餅它也可以用 寶特餅也是可以用的 那或者是你買這種 冠狀飲料也是可以丟進去的 然後把它套進去 然後丟 但是冠狀飲料的話 因為有空氣 就要小心不要讓它飛出來 非常的好用 只要是罐狀物的都可以用 非常的方便 那這個 史迪奇的Size 它是手搖杯的Size 就是大概外面手搖杯的Size 750的那一種的 那這個的話 可以就是比較大 比較寬的 因為它是冰霸杯的容量 所以它會比較大一點點 但是我覺得非常的好用 現在我跟我媽就是 如果要買手搖杯 就這樣子 呃一個人 這樣子提的樣子 就可以走 非常的方便 然後想喝的時候 嗯啊喝 我覺得非常好用 而且又可愛 這是也是我近期非常推薦的東西喔 就是近期推薦的好物 不知道你喜歡哪一項 覺得哪一項非常好用呢 或是你有在用這其中的哪一項的話 若是對影片有任何的想法和意見 都可以在下方留言喔 我都會看 然後會給你一個 愛心愛心喔 好 那今天的影片就這樣子囉 魚之兔希望你看我的影片 能讓你有美好的一天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囉 掰掰